大家好,我是宋凯 我们现在就行驶在中国的第七大沙漠,库普吉沙漠之中 可以看到我们公路的左边是成片的黄沙 非常的荒凉 但是我们的右边是成片的蓝色的光复海洋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绿色的植被在光复板的之间已经生长起来 通过这个视角能够非常清晰地给大家展示光复面板 对整个生态改变,生态优化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 我们终于来到了达拉特岐的光复基地 这个光复基地是中国第三批领跑项目中的示范样板基地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远方是非常辽阔的蓝色的光复海洋 听说当地人又称这里为奔跑在沙漠中的一批蓝色骏马 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从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骏马电站的一个形状 整个光复电站是由19.6万个块光复电板组成的 我们算出来的是大概2000多亩 所以从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看不到它的全貌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登得稍微高一点 去那边有个观景台我们去看一下 好,我们走 我们现在目视所及的整个的蓝色海洋 就是我们骏马电站的所有的安装的光复电板 虽然已经很高了 但是还是看不到这个骏马的一个图形 我们试一下我们的无人机 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六个大字 金沙 蓝海 和 绿洲 金沙呢 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特别远的地方都是 DLite 还是很多的沙漠 蓝海呢 就是我们成片的光复海洋 当然中间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绿色 是穿插着很多植被的感觉 对 当然这也是得益于光复面板对防风固砂的效果 因为光复面板对风的减速的效果 使得我们这一片光复之间的这些空地都可以种植一些经济作物 看着眼前的景象 我感觉光复电站给这片沙漠带来了新的生机和火力 对 我不敢想象在4年前这一片就是完全是沙子 就是空空的沙漠 这个死亡的沙海 对 现在变化真大呀 这个绿色的一个希望成片的这个绿色的海洋